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千瑞 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Saramonte Subaru车行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2022年的 Subaru的Forest的新车 那现在刚刚过完年 我们大家还沉浸在过年的气氛当中 那我们为什么要来看这辆车呢 其实这辆车在2018年的时候 就已经是它的第五代产品了 那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 它们为了保持Forest的竞争力 它又做了一些中期的改变 那具体有哪些改动呢 我们今天就过来看一看 2022年的SubaruForest的最大改变呢 就是它的前脸和它的大灯 进行了重新的设计 你看它前脸就会设计的是这个样子 大灯呢是更加直立的设计风格 这个中期改款呢 其实还包括了增加了新的颜色 也升级了它的安全技术系统 使这款兼顾耐用的SUV比以前更有特色了 这款2022年的Subaru Forest配备了黑色的车顶车架 还有这个鲨鱼旗天线 然后它的还有配备了高位的刹车灯 还有它的车灯的车尾灯的设计 变成了一个双膝型 打开了它的后备空间 可以看到这款2022年的Forest和之前的款型呢 在空间上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 还是111.9立方英尺 后排座椅呢 拥有近40英寸的腿部的空间 后排座椅折叠以后呢 大约呢是有35.4立方英尺的空间 可以变成76.1立方英尺 这与本田的CRV还有丰田的RAVAL相比呢 空间是更为的宽敞 在动力方面依然配备了2.5升的发动机 182匹马力 油耗呢在高速每加轮与汽油可以行驶33英里 城市里面呢可以行驶26英里每加轮 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内饰方面 在中控台它配备了6.5英寸的触摸屏 还有8英寸的触摸屏 2022款的SUBRO森林人呢 都配备了一整套先进的安全技术 比如说自动的紧急制动 自适应式的巡航控制 盲驱警告 还有后方交叉路口警报 以及后视摄像头 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了解到这里 今年的SUBRO还推出了Forest的Wildness越野版 下次我们就来带大家仔细的了解一下 同时呢公布大家一个好消息 Sarmonty SUBRO车行现在还有收购旧车的服务 也欢迎大家过来了解一下 现在因为是这样受国际芯片 那个供应的短缺的影响呢 我们的车架有所调整 新车呢和二手车的车架都有所调整的情况下呢 您手中的二手车可能会存在增值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因此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手中的二手车拿过来 我们可以进行评估来估价 看人想不想出售您的车子 或者跟我们的新车做一个这个trading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主要针对几种车型 一种呢就是您已经付全款所购买的车型 这是一种 另一种呢就是您现在还仍在贷款中的车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您跟租车公司所租的车 例如说三年的租约还没有到期的这样一种情况 不管什么样的车型呢 我们现在都是非常欢迎您把车子拿过来 我们可以进行估价的 根据您的这个车子所处在的一个环境中 我们给您做一个最优化的调整 那么具体的一个流程呢就是您首先最好打电话 跟我们预约好您的时间 然后开着您的爱车过来呢 我们请我们的二手车的老板给您做一个估价 那么同时您要带来的一些证件 例如说您车辆的保险 例如说您车辆的这个DMV给您发的注册表 或者如果您已经全款买了的车子 您的车主证也一并带来 然后我们会根据估价的实际情况 给您一个offer一个很好的报价 这个报价理论上七天之内都是有效的 那么根据这个报价呢 如果您同意觉得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来收您的车子 或者呢您可以把您的车子 换成我们的一个新的苏果车子 我们把两台车子放在一个销售的一个deal里面去做 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有关2022年的Forest的更多信息 欢迎您来到Sara Monti Subaru车行 这里的华人销售将结成为您服务 解答您所有的疑问 也欢迎您关注大纪元的汽车板块 了解更多的信息 好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 拜拜 拜拜